28号下午 习近平在湖北省委书记王猛辉 省长王忠林陪同下 深入武汉的企业社区调研 习近平首先来到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考察 在企业研发综合大楼 习近平听取湖北省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及核心技术公关情况介绍 仔细查看芯片产业创新成果展示 习近平先后走进企业激光科技馆 半导体面板激光智能装备生产车间 查看激光技术产业应用产品 习近平指出 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应用广泛的战略高技术产业 也是我国有条件率先实现突破的高技术产业 湖北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 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致 要加强技术研发公关 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不断延伸创新链 完善产业链 为推动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 加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随着我国发展壮大 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刻不容缓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戳力奋发奋起直追 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习近平强调 高端制造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建设制造强国 必须加强技术研发 提高国产化替代率 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在车间大楼前 习近平同企业职工亲切交流 习近平指出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还有不少短板 一些产业的基础还不是很牢固 进一步发展必须靠创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创新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取得更大成绩 谢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